里長服務出外飛來一隻大蜻蜓 盤旋不去 仔細看原來是蜻蜓模型 高掛牆外相當有趣 不過除了當吊飾外 這隻號稱蜻蜓界的王者 五霸溝庭 其實還有一項驚人的本事 就是化身為驅蚊神物 上個月有機會到日本做參訪 那在無意間就看到 日本人有些小朋友上面 會掛這個蜻蜓 甚至住家還有一些澡堂 都會懸掛蜻蜓 那我覺得就非常吸引我的注意這樣子 那我就上網爬蜓一下 然後這個是蜻蜓界的王者 叫無霸溝庭 那就是很會吃蚊子 然後就因為這些模型 我也覺得我想說 也有興趣來製作一下 里長謝錫元覺得有趣 回台後也實驗看看 除了從日本帶回兩隻模型外 另購全白色的無霸溝庭模型 發揮美術長才自行上色 並掛在蚊蟲多的住家 發現蚊子飛的高度竟然越來越低 似乎真的被蜻蜓嚇跑了 里長有特別來做這個蜻蜓的模型 黃昏前幾個鐘頭 就是最密集的時刻會比較有降低的幅度 當初在日式的超商有看到蜻蜓模型 那以為是裝飾品 結果沒有想到它就是還有驅蚊的效果 現在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因為里長剛剛去參訪回來之後 才告訴我們說好像有點重 因為實際已經掛了一個蚊子 它飛的它本來飛得很高 它後來它是降得很低 實體的就可以貼在門口 就是蚊子就看到就可能不會趕進來 或者你要隨身戶外的話 就可以把它改成像別針或者是掛在包包的吊扣這樣子 就可以貼著夾著這樣子出去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噴一些防蚊液在上面 也是讓它有味道 就像掛老鷹感麻雀鴿子一般 蜻蜓驅蚊的效果網路上有人認為有用 也有人認為無效 總之就是趣味實驗 里長除了藉此喚醒居民 注意居家衛生環境之外 多了一些外形可愛的蜻蜓 當作裝飾也無方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